恒敬皇上 传圣人一问便知 皇上 这件事关系到CB的名誉 也关系到皇上的颜面 还请皇上明察 然后这个事正好是我那个朋友 他找到我 然后他说他妈退休了无聊 想找些好玩的事 他和他妈妈生戏经 爱演戏 于是我就找到了恒敬影视城 然后和他们谈妥包一个剧组 然后就让他妈妈找了一些他妈妈的好朋友 然后我也帮他找了一些人 我们传了一团 然后就去恒店拍了这么多电影 这个声音火了我也没有想到 反正所有跟我们出去拍摄的这些叔叔 我们都是有过合同 我们都是见过合同的 都是正常的 我带他们出去做活动 我也收他们钱 给他们提供服务 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定制化的旅游 半天两晚我们其实真正拍摄 可能就是半天一天不当好就给拍完了 有什么好投资呢 不太理解